欢迎收看每周360 我是Angus 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然后给我30秒时间我有话要讲 经过上两个video过后 我freeze到你们就讲随便 我认真你们讲AI OK现在我给机会你们来这边讲 如果你觉得你比我还有Ivan讲的好的话 我们现在这里请人 谢谢你们 爱你哦 第一则新闻 Toyota Corolla Cross 小 Facelift 在台湾上市了 upgrade了它的配置还有电池 我们这里预计今年会发布了的 要便宜要耐操的话 开不坏的Toyota Uncle Auntie 期待一下 改款后的Toyota Corolla Cross 继续用着这里1.8L 4-cylinder engine 马力94PS 145牛米 再加那力Hybrid Battery 就有122PS 不要对动力期望太高 最重要是省油而已 这次Facelift的一大亮点 就是配置方面的upgrade 这辆Toyota Corolla Cross 给你全新一代的Toyota Safety Sense 就还是那些车道偏离辅助啊 预碰撞系统啊 Adaptive Cruise Control那些啦 让你买得开心 驾得安心 然后车内的配置也是有upgrade的 就是升级了它的Infotainment System 再给你Wireless Charger 还有全景天窗 哇 可以看星星了啦 可是你要UMW 给你天窗啊 你慢慢等啦 最后呢 这辆Toyota Corolla Cross 也upgrade了那力Hybrid Battery 现在是离电池了 续航能力再多一点 所以这个Facelift了的Corolla Cross呢 就比较环保 然后打油也便宜了啦 那不知道谁跟我讲啊 这款Facelift的Toyota Corolla Cross 今年会在马来西亚 launch 这辆大人小孩都爱的SUV呢 对于Uncle Auntie来讲啦 买它就对了 省油省钱省心 买Toyota肯定不会搞到你头油大的 第二则新闻啊 Jedi Power的调查啊 Toyota和Porsche车主的忠诚度最高 Honda SUV最受欢迎 这个美国的Jedi Power呢 对于各大品牌的车主忠诚度 进行了一个调查啦 他讲Toyota10个车主里面呢 就有6个车主在换车的时候 会再一次选择这个热系的龙头大佬 而Honda呢 是在SUV segment里面的第一名 Jedi Power的这项调查 主要分析了美国市场上的消费者的忠诚度 通过研究车主再次买车 时候选择相同品牌的情况 来得出这个结论啊 调查结果出来啊 Toyota和Porsche的车主 对品牌的忠诚度啊 遥遥领先 这里有Toyota和Porsche的车主嘛 你们留言告诉我是不是真的啦 还有他们也讲啦 Toyota就是开不坏嘛 古语有说啊 修不好的Land Rover 开不坏的Land Cruiser 所以要一车传三代呢 除了Toyota还有谁呢 Conclusion啊 Toyota车主的忠诚度呢 是高达60%以上啦 每10个Toyota车主里面 就有6个会再次选择买Toyota的 还有4个呢 可能就升级了Lexus啊 我觉得啦 另一方面啊 Porsche在豪华车品牌中的老大之一啊 车主忠诚度也是一样很给力一下 Porsche的高端车型啦 比如它的911啦 Taycan啦等车型啊 除了性能给力以外啊 也可以给人家知道车主的身份地位 不是开玩笑的哦 或许很多人的命中有个节啦 刚好就是宝石节 除了品牌的忠诚度啊 JD Power也调查了消费者对不同车型的偏好 调查结果出来 Honda的SUV呢也是很多人的喜爱哦 Honda CR-V Pilot 和HR-V这些SUV车型呢 凭借它的空间够大又省油 然后科技又先进啊 所以就成为了很多消费者的首选 尤其是在近年来的SUV市场需求越来越多啊 Honda 的SUV 以它的Overall均衡的表现呢 大受好评 无论是家庭用户还是单身人士啊 Honda 的SUV车型都提供了给力的这个驾驶体验 还有实用性 尤其是HR-V 要知道它XR-V有多好用呢 你们可以去问一下Ivan啦 Honda CR-V作为品牌的主力车型之一啊 一直以来它的销量都是遥遥领先的 它的舒适度啊 乘坐空间啊 灵活的后排座啊还有厉害的安全配置 让它成为消费者眼中的全能型选手 再加上Hybrid 车型的推出啊 再次提升了市场的竞争力 对于 Jetty Power 的研究结果出来了 品牌忠诚度还有车辆的整体性能啊 质量还有售后服务呢 秘密相关啊 对于车主来说啦 车耐不耐用耐不耐操 Maintenance 贵不贵 还有 Service Center 服务好不好 都是它们再次购车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啦 所以对车企来讲啊 怎样在不断变化的这个市场环境中啊 保持竞争力啊 再次提升客户的品牌忠诚度 将是未来发展的关键 第三则新闻 Toyota PSCV 车款呢 未来将会统一命名 之后也会有更多 PSCV 车款出来 这个决定首次在体现在呢 Toyota 两大车型上面啊 就是 RAV4 PSCV 还有Prius 的 PSCV 它们将在 2025 年以后啊 不再使用 Prime 这个名字 科普一下 在外国的 Toyota PSCV 呢 不叫 PSCV 它叫 Prime RAV4 PSCV 在 Hybrid 领域表现给力 用这一粒 2.5L 4 Cylinder 的 Engine Battery 加 Engine 呢 给你 302匹马力 哇 这款车在动力方面啊 真的是吓到我一下 然后又有很好的电动续航能力哦 在纯电模式下 RAV4 PSCV 的续航里程啊 是 68km 它有一粒 18.1kW 的 battery 真的是有力又省油哦 更够力的是啊 这款车还给你 4-wheel drive system 它可以带你上三下海 0-100 加速 6 秒多而已啦 赢了咯 作为 Toyota 在节能环保领域的老大车型啊 Prius PHEV 呢 一直都是备受瞩目的 2025款的Prius PHEV呢 一样给你那粒 2.0L 的 4缸引擎啦 搭配两个电动机系统 也有着 220匹马力 相比之前的型号 新的Prius PHEV呢 在动力输出上面呢 就明显的有一点提升 但是依然是那么的省油啦 Prius PHEV 啊 就不用打油了的 如果要打油也不怕 因为电油一起用啊 它一桶油可以走1000km 这样的续航旅程啊 EV车真的是要打爆了 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款车型的设计不仅更加现代化和流线型啊 同时也加入了更多先进的驾驶辅助技术 为用户提供更为安全舒适的驾驶体验 之前Toyota讲过以后 会推出更多的这个PHEV车型啊 并且会有更长的这个纯电的续航 只是不知道这些车款啊 什么时候会有机会进来马来西亚罢了 所以你们还是不要太兴奋啦 第四则新闻啊 Honda Prelude 20多年后呢 重促江湖 现代化而且更Spotty 在家里爱MMD的Hybrid系统 重点是它是Manual 作为东营Ferrari的NXX的地利 Honda Prelude虽然算不上很JDM啦 但是也是Honda的小跑者之一 不知道这个消息出来过后呢 经典的款的这个Prelude 价钱会不会被炒起来啦 在经过20多年停产过后啊 Honda好像要准备让这辆经典的车型啊 重新的回归市场 再以更寂静更具现代化的形式出来 结合Hybrid和Manual的独特结合 但是没有Vtech我就觉得 感觉少了那个灵魂所在啦 没有红头盖的本田 到底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至于胜秀色啊 Honda正在研发这个IMMD Hybrid还有Manual结合的技术 听到这里啦 直接都印了啦 我的拳头 就是讲啦 这辆Prelude呢 给到你驾驶体验同时 又会环保 然后又省油 听起来真的是有点期待了啦 IMMD系统是Honda近年来的技术精华 通过Battery和Engine一起发工啊 给你又省油又有力 但是这套系统通常都是搭配CVT 或者Auto Gearbox的 如果搭配Manual的话 我真的是对Honda无体投地啦 Manual不仅是Driver追求控制感的标志 也是运动性能车中啊 灵魂的所在 能够让驾驶者在每次换档的时候 感觉到机械的互动与操控的乐趣 这一个搭配啦 展示了Honda在技术和驾驶体验上的 多元化追求 通过Manual Gearbox的引路啊 Period会为车主提供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 尤其是在云顶或者在Sepang里面啊 Driver可以完全的掌控 每一档位的切换还有加速的节奏 感受到引擎的响应 而且IMMD Hybrid系统呢 提高了更高效的动力输出 在保持环保的节能的同时呢 确保又有着出色的加速性能 虽然Honda还没有公布新款 Prelude的具体动力数据啦 但是根据以往IMMD系统的表现啊 结合Manual Gearbox的加持呢 我觉得这款车的动力输出 会很够力一下的 可能会用一些电动机 还有高效的内燃机组合了 我觉得它的Torque可能会很高 跑长途行驶时又省油 作为一款Hybrid的车型啊 Honda拼入0-100加速 我觉得会在5秒里面啊 你们觉得呢? 除了动力系统的创新 新款拼入的外观设计啊 也是很期待一下 新款拼入的设计你们看 有没有很像Toyota的GR86 前脸更有侵略性的进气格散啊 在霹雳粒的LED大灯组 整个看起来就很Sporty 它的低重心和大力轮设计呢 不仅提升了视觉上的动感啊 还增强了它在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性 那Honda Prelude的回归呢 代表着经典车型的复兴 更是一场Hybrid技术和驾驶乐趣的 这个Crossover 通过IMMD和Manual的首次结合呢 Honda再给你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啦 要追求环保的同时 又可以享受Manual的这个驾驶乐趣呢 每一次要车快一点 但是又要Comprehend车次有了宝贝们 对是宝贝们 因为我不能再讲番薯这两个字了 所以宝贝们 你们终于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了 不怕跑车911 只怕本田带红标 可是这辆本田没有红标 也没有红头盖 你们觉得这辆车可以吗 或者你们还是想要那辆 有红头盖的这个本田 你们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啦 最后一则新闻 Proton E-M7 PHEV呢 名称已经注册了 银河E5的PHEV版本 采用1.5L PHEV引擎 这款车因为它的低油耗 以及它不用担心 它的这个续航里程的这个优势 将会成为马来西亚 Uncle Andy 的首选 E-M7 PHEV 预计会是之前在中国工信部 曝光的那辆新航器 它用这一款1.5L NA的engin 型号是PHE15 BFN 这款引擎能输出 80kW最大的功率 同时和BAT3的配合 形成一套高效的PHEV系统 这样的组合不但能够在电动模式下 提供0排放 还能在Hybrid模式下通过engin 提供更高的续航能力 还有动力表现 电池部分 E-M7 PHEV将配备 磷酸铁锂电池组 电池供应商为SWAT 或者这个SUNWATER ELECTRONIC 这两家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也有着广泛的合作经验 虽然目前电池的具体容量 还有电动机的参数还没有公布 但是从现在的数据推测 这款车的纯电续航里程 可能会达到50-60公里 输给刚刚那两辆Toyota E-M7 PHEV的最高时速180 安全第一不要complain不够快 有人跟我讲 E-M7 PHEV的重量将会有两种选择 分别是1724公斤 还有1790公斤 不同的重量版本可能就对应不同的配置 还有电池容量 就是说可能会有两个spec E-M7 PHEV的注册就是说 Proton在Hybrid领域的持续发工 也代表着Proton在新能源高端SUV市场中的重要定位 通过与吉利的合作 Proton能够借助吉利先进的PHEV技术 为马来西亚市场引入更多高性能的车型 迎合系列车型的设计理念 前卫的科技以及未来感的外观 已经在2024年北京车展上面看到了 E-M7 PHEV很有可能借鉴着银河Starship 7的设计员 打算出一款科技感十足 而且适合现代消费者审美的SUV车型 E-M7 PHEV不仅在燃油经济性方面有着优势 还能在实际使用中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符合全球范围里面严格的环保法规要求 然后Proton还要通过这款车型进一步提升 其品牌在新能源领域的市场份额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的本土和东南亚市场中 E-M7 PHEV的推出将对Proton品牌形象和销量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好了这个就是今天360的内容 有没有发现今天没有很多这个强国的车咧 OK喜欢的话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和Automagic的IG Tiktok小龙叔 我是Angus 谢谢support我的观众 也谢谢键盘侠看到最后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爱你哦 嗯 什么 嗯 啊 嗯 嗯 我们下期再见